发现和分享手工的喜悦 这里是恭喜手工实验室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 Baby木耳边法式套砖的勾编制作教程 线材采用四股门娃娃断缆线 针法简单 无需拼接缝合 对新手十分友好 成品趣之可爱而不夸张 适合搭配简单的日常着砖 单个材料包可完成一只法箍和两个法圈 有两种配色可选 具体配色色号和勾针型号 参考材料包详情页面 法圈和法固都是边勾制边连接配件 无需断线和缝合 首先进行法圈部分的讲解 先将线从线团的中心抽出来 找到线头 首先进行起针 将线在左手小指上绕一圈 从食指和中指间穿过 用大拇指和中指捏住线头 右手拿起勾针 勾针放在线的后方绕线 捏住线 捏住线 捏住线交叉的位置 勾针再次绕线拉出 拉紧 这样起针就完成了 接着我们拿起法圈的皮筋 将皮筋和线头捏住线 勾针从皮筋下翻穿过 绕线拉出 这时候勾针上有两个线圈 再次绕线 直接拉出 这就是一个短针 注意我们要在短针的针目上 放一个记号扣 针目就是短针上方 勾针下方这样 V字形的两根辫子 接着继续勾短针 同样的方法 勾针穿过皮筋下方 绕线拉出 再次绕线 直接拉出 这就是第二个短针 注意勾的同时 要将起针的线头 和皮筋捏在一起 包进去 接着大家按照同样的方法 勾短针 直到将皮筋全部包裹住 但是注意不需要勾的太多太紧 那样皮筋会被拉开 这里我一共勾了70个短针 全部短针完成后 勾针穿过记号扣 标记的这个针目绕线 直接拉出 这是一个引拔针 这样我们就完成了第一圈 先将记号扣取下 接着我们开始第二圈 先勾五个锁针 勾针绕线拉出 这样就是一个锁针 一共完成五个 五个锁针完成后 我们要在刚才引拔的同一个短针针目 勾三卷长针 勾针绕线三圈 穿过刚才这个短针的针目 绕线拉出 这时候勾针上有五个线圈 绕线从前两个线圈拉出 再次绕线从前两个线圈拉出 再完成一次 最后绕线直接从最后两个线圈拉出 这就是一个三卷长针 注意这一圈开始时同样也要放记号扣 在刚才五锁针的第五个锁针上放记号扣 也就是勾针现在挽回数的第二个锁针的 扔一两根辫子上 接着继续在同一个针目中 再勾一个三卷长针 这样子两个三卷长针和一开始的起立针 构成了一个三针的组合 接着在下一个短针的针目上 同样完成三个三卷长针 第二圈的编织规律是 在上一圈的每一个短针的针目上 都勾三个三卷长针 一直完成到最后一针 这里完成了所有的三卷长针 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木耳边的形状 最后我们找到一开始放记号扣的位置 勾针穿过两根辫子 绕线直接从所有线圈拉出 勾一个引拔针 预留一小端线头 断线 接着我们收一下线头 将记号扣取下 找到刚才引拔的左侧的第二个帧目 勾针从后往前穿出 将线头从前往后拉出 这样子结束的位置不会太明显 接着在背后 针目的纹理中顺着纹理 将线头多收几针 全部收好之后断线 全部收好之后断线 这样就完成了法圈的部分 接下来我们进行法固的讲解 同样在左手上挂好线 用同样的方法起针 起针之后开始勾锁针 这里我一共起了74个锁针 大家可以根据喜好针减起针的数量 手比较紧的同学也可以多起几针 起针完成后将法固 放在线的上方 勾针绕线 再勾一个锁针固定住法固 接着勾针挑起下一个锁针的一根辫子 从法固的下方 绕线 拉到上方 完成一个短针 按照同样的方法 围绕法固 挑每一个锁针的一根辫子 勾短针 一共勾完74个短针 这里完成了全部短针的勾枝 可以将枝片稍微拉开一些 来确定一下这个覆盖的面积 长度是不是自己所需要的 如果太长或太短就要相应的重新去调整锁针的数量 勾针重新挂好线 接下来进行第二圈 勾一个锁针 将手上的法固 支片转一个方向 将锁针稍微拉长 挑起 起针时的锁针剩余的两根辫子 引拔 接着勾四个锁针 作为起立针 接下来要勾长长针 勾针绕线两圈 穿过同一个锁针的辫子 绕线拉出 一次绕线 从前两个线圈拉出 两次 最后绕线直接拉出 这就是一个长长针 在同一个入针位置 再勾一个长长针 组成三针的一组 接着在下一个锁针 调两根辫子 同样勾长长针 注意勾的时候将起针的线头 放在勾针上方收进去 一样是三针 勾在同一个入针位置的组合 这一侧所有的针法也都是一样的 在每一个锁针剩余的两根辫子上 都勾三个长长针 一直到这一侧的结束 全部完成之后 勾四个锁针 在刚才最后一针的路针位置上 再引拔一针 将线从法库的下方 绕过 勾一个锁针 在另一侧的短针针目上 引拔一针 将线带到另一侧 接着勾五个锁针 作为另一侧的起立针 注意这款法骨我们两侧的木耳边 做了不同的宽度 大家如果喜欢一样宽度的 可以两边都勾长长针 或者两边都勾三卷长针 这一侧我们是勾了三卷长针 三卷长针的勾法 在法圈的部分已经讲解过 大家按照同样的方法 在每一针上都完成一个三针的组合就可以 第一针是两个三卷长针 和一个五锁针组合的三针 余下的都是一样的 每一针上勾三针的三卷长针 这里是全部完成后的样子 最后同样勾五个锁针 在最后一针的同一个路针位置引拔 再勾一个锁针固定 预留一小断线头断线 将线头在背面的下方的针目中收集针 收好之后修剪掉多余的线头就可以了 这样我们就完成了这一款 BABY木耳边法式套装的勾编制作学习 恭喜手工实验室 感谢您的观看 打开 到最后一刻 它给它滚在下方的针目